有很多人说 开了休旅车之后就回不去了 的确我们看到 近几年来在全球的 整个汽车市场的销量上面来说 卖得最上销的前几名的车款 几乎都是SUV 当然SUV不论是家庭来使用 甚至于你是顶客族 夫妻们或是两人用车 以及单身一人的个人用车 你都可以找到适合你的一台SUV 如果观众朋友 你也打算入SUV这个坑的话 近期有没有哪一些好选项 我们讲到SUV 大家想要的就是 除了它有非常宽裕的空间 甚至于安全 一定要有保障 以及还要有非常令人满意的操控表现 讲到这些条件 而且要对得起你的口袋 你也要能够负担得起 如果我们找一台进口车 而且还是一般品牌的话 似乎大家好像要符合这些条件 马上就会想到什么 Volkswagen的T家族 也就是T family 但是在T家族里面 有很多的车款 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选呢 消费者用不同的需求 怎么样来选车 艾达 关于这个问题就很有趣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想要买部休旅车 对 然后大家都说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想买这个欧洲进口车 那其实我们以前节目 在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的时候 常常都说 这个适合你这个社会新鲜人 这个适合顶客族 这个适合所谓的小家庭 不管你是两大一小 还是两大两小 或者是你有三代同堂需求的家庭 你应该买什么样的车 其实这是为什么 会有这样子的定义呢 然后对应到不同车型的一个选择 刚刚好这一次我们做的这个表格 就很有趣 这是一个福斯 进口的 然后就是T字头 所以我们昵称它为 T family的一个这个list 那非常的有趣 你看看 列出来的话有Volkswagen的T Cross Volkswagen的T Rock Volkswagen的T Gwang 那当然这四款车型其实各有不同的大小尺寸 以及价格区间 甚至在它的车身尺码或者是车舱内的乘坐空间 甚至在座位数或者是使用需求上面都有所不同 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什么样的车子适合什么样的消费者 首先呢如果我们先来看一下Volkswagen的这个T Rung好了 T Rung呢它的车型呢共有两种啊 但是都是单一动力的选择 售价从136万8一路来到150万8 这就适合什么三代同堂的家庭 因为呢它平常啊可以是这个当休旅车来用 但是呢又你需要的时候呢 它又有第三排的一个乘坐空间 有MPV的空间 是 其实买七人坐车型的消费者 我那天听了一个这个朋友讲的一个论点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目前我还是使用两辆车在 做三代同堂出游时候的一个这个准备啦 那我说其实你买七人坐 可是你平常用的时间又很少啊 他说所以我买 不要买那种很大台的 那其实你两台车的消磨啦 损耗啦跟税金啊 来补上这个七人坐车型的这个车架 他觉得是很划算的喔 这么一讲啊真的是点醒了 我这个顿顿的脑袋啊 用经济的角度上来看 你看看一百三十六万到一百五十万 可以拥有七人坐 你平常呢自己一个人上班 或者是啊自己家庭出游 没有这个老人家的时候呢 也不会觉得车子尺寸过于庞大 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用 这样子的三代同堂 来去看待这样子的使用需求的车辆 那另外呢则是VW的提逛 提逛这个车型就厉害啦 这是这个目前啊 在台湾啊百万极具的这个中型SUV 欧洲进口的销售长盛军啊 因为为什么 它有四种动力的来源 五种车型可以选择 价格也从一百一十八万八 来到了这个 两百一十六点八万元啊 而且最主要是 它顶规的两百一十点八 是什么车型 就是R 是R 是R 哇那个性能版的动力输出 真的是相当惊人的 你看一下我们表列刚好就是R的这个动力输出 来到了有三百二十匹的最大动力 跟四十二点八公斤 比的最大动力 所以其实也是满足一个热血爸爸的需求 那再来你看到T-Family里面 你还有T-Cross跟T-Rock 那这两款车型价格呢 其实相对于就亲民的多哦 从九十点八万的 到一百一十二万八的这个T-Cross啊 那车身尺码呢 相当的这个一百一十四万八的 到一百八十四万八的T-Rock呢 其实这两个车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待 但是却各自拥有不同的属性啊 因为它的车身尺码来讲的话 我觉得都是四米二 多一点点的这个车型 在都市的使用相当的方便 如果以T-Cross来说 它是单一动力来源 有四种不同等级的车型 但你看你需要的配备 有什么样的差距 不一样的选择 最主要它的排气量是一千cc的 那个税金就更省了 那至于这个T-Rock呢 你看到没有 它的价格啊 到一百八十四万八 这又是一个 R的 又是一个R 也就是说开出去呢 哇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个 性能版的车型 那个Iris好像就有一台 T-Rock啊 今天又开了 对不对 是嘛 所以啊 如果这四台车里面啊 就是说 扣除我刚刚跟大家分析的 譬如说你是三代同堂 顶客族小家庭等等的需求之外呢 我个人啊 会最推荐的是 Volkswagen的T-Rock的 330的 R-Li Performance 既然艾大呢 它非常非常赞不绝口的就是 这个T-Rock 330i的 Performance 那我们就来看看 今天来到我们棚内这一款 正好就是艾大推荐的这一款哦 刚才有讲到 无论你是单身艺人啊 像那个Iris 它就是开T-Rock R嘛 是 它就是单身一个人 那平常在都会穿梭的时候 它有帅气的外星 很运动化的风格 那如果说T-Cross的话 就是对于那种预算型的买家啊 比较好入手啦 甚至于你有一些这个行李箱 更大一点的需求的话 有人就会觉得说 我觉得T-Cross就够了 不过今天棚内这个T-Rock 我们说有四种车型可以选择 对对吧 对 没错 包括R的部分 是的 所以我觉得刚才艾大讲的那一段 我觉得很棒的是 很多人对于这个T-Family 可能不知道怎么选择 所以我觉得从空间 或从实用性下去切很棒 那刚好这一台由我来介绍 我觉得更是100分 你平常也类似是使用这样子 对 因为呢 刚才有说到顶客族或小家庭嘛 对不对 那我刚好就是顶客族的代表 那而且我自己也认为 除了外形以外 它在整个动力 空间 驾驭感受 整个机能来说 我觉得它对于我们这种顶客族 或者是可能二加一的小家庭 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对 那我就一个一个来帮大家介绍 它到底对我有什么魅力 首先第一个 好看 外形 我觉得就是我就肤浅 我就觉得好看 对 因为它有R的那个外观套件 对 因为当然每一个车型 都有每个车型的定位 对 那你觉得T-Cross年轻 对 那T-T罐人可能会觉得 它比较家庭味 家庭味 但这个我就觉得 它因为它有那个Coupet-like的感觉 像你刚才说的什么 它有R-Line Performance的套件 我觉得就是帅 而且你要怎么看出R-Line Performance 或者是这台330R-Line Performance 有哪些特色来 我先从车头帮大家讲 首先这个隔车式的雪山护照 跟这个贯穿式的LED日行灯 我们开车有时候会从后视性 看后面那台车嘛 对 看到这个我通常都不用拆 福斯的 非常好拆 辨识度高 前脸通常有贯穿式比较少 对 每成一半都坐后面嘛 对不对 好 那除了此外 水箱护照这个R 就是R-Line Performance的 专属名牌 对 还有两边这个水箱护照 这两个很像拳击手套的样子 然后旁边这个日行灯 都是它一个非常高的辨识度 对 好 那看完车头之后来 欢迎我们来车测看一下 对 车测的部分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嘛 对 你刚才一开始就指到这个嘛 就是R-Line Performance的专属名牌 还有这个19寸的轮圈 非常的有跑格 这也是330i有的 没错 因为在下一个规律 可能就会18寸 而且刚才爱戴又有说 因为这个车型 它是有这个专属的懸吊 所以它的这个间隙 因为车高降低了10mm 等于是一公分 对 一公分 所以那个跑格更明显 那我们再往后推一点 会发现 它刚才说那个Coupet-like 就是它那整个车尾的部分 会稍微比较倾斜 有耶 对 你跟T-Cross比的话 其实它是比较 真的是比较跑格 比较跑格 而且不只跟T-Cross 甚至跟提光比起来 它会都是比较独树一格的 对 而且像我们这个 今天来的这个车车 它是一个车身是双彩设计 对啊 车顶你可以选择黑色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过瘾的话 开这个车一定要有风格 对不对 风格的话 你还可以选黑化套件 全车给它黑化吗 告诉你大家 大家仔细听好 黑化套件 我等一下再考大家 好 第一个 车顶价 多了车顶加多了什么 实用性 对 你黑化套件这个可以变黑的 好 床框 这边现在是你 你变黑的 镀铬嘛 镀铬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二个是 这边 你的这个后面玻璃 也可以变深色玻璃 哦 对 后面有隐私性 是 连这个C柱呢 它都可以变一个像碳纖维的贴纸 哦 那我会选耶 一般来说就简单的一些黑化 它连这边都有 对 好 那比如说像是我刚才后视镜 后视镜外壳 它也可以是黑色的 外观大家应该很有兴趣的 对不对 来 我来打开一下 我们讲车内的部分 车内的部分 对 好 车内的部分啊 你来看 嗯 其实我觉得它这一次R line的 不只外观 车内其实也都有 第一个比较明显 你看它的迎宾饰板是一个R的字 有 有一个R 方向盘有个R的字 对 真皮的 座椅也有 对 座椅也有 连它那个踏板都是金属的 哦 金属化的运动饰板 而且你看它连驾驶座 有没有看到设定 有三组耶 还有腰靠 还有电动调整 都是全部电动的 那再往前看 你会发现 当然它的10.25寸的这个数位以表 中控台9.2寸 也是一样的 触控式的中控萤幕 嗯 那而且呢 它连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当然都有 但Apple CarPlay还是无线的 嗯 对 我觉得这个很棒 那再来是呢 我刚才说的手机 既然都可以无线连接的嘛 无线充电当然也是有 哦 这台车有 双区恒温空调 它也是标配 那现在我们开在路上 外面的空气可能不好 抗过敏原活性炭的车内过滤器 都一样咬给你 对 一样咬给你 有时候你开车 你就不用再买一个过滤器 放在车内 对 直接咬给你 对 是不是很方便 其实现在有些新世代车 不见得有这个部分 没错 他们可能是有注重到这一块 嗯 没错 好 那我们看完前座的部分 我们来看后座 对 其实刚才爱大家讲的 我有一个很有感觉是 其实福斯的空间 不只是有刚刚好 嗯 其实空间很棒 因为福斯真的是一个什么 很会做空间的品牌 你看起来外面车身长度多少 大概4米 4251 车长 4米2而已 对 不到4米3 对 轴距也还不到2米7 嗯 来 关于我们请你示范 好 前面是那个小燕的车子 我的170公分的标准驾驶座姿 基本上这种跨界的这种休旅车 它的好处在于 它的着作点也比较高一些些 对 就是比一般传统房车来说的话 可是又没有像休旅车这么高 我觉得它的着作点很适合 我们东方人的体型 对 我这样子进出 其实是很方便的 再来呢 虽然说它只有4米2的这个车长 可是你看 我坐在后面 我觉得很OK 对 两个拳头 对 两个超过两个拳头 然后头部的空间啊 虽然说它是属于有点Coupé的造型 大家看 也超过两个拳头 其实跟外面看完全不一样 一个重点 你看说两个拳头 头部空间 你看前面就有个什么 有个很大的全景天窗 其实全景天窗还没有吃到你的头部空间 这个就蛮厉害的 就是我可以不用晒到太阳 但是我可以欣赏前面这么大的一个面积 通透性其实也会非常的好 再来我后面的座椅啊 其实跟前面座椅它的皮质是一样的 而且左右两边它也有一些包覆性 所以我坐在后面也不会说滑动 因为后面的包覆性真的蛮好的 包覆性不是只有前座 对 后座也有 然后后面也有冷气出风口 你刚才说晒太阳嘛 怕后座空调不好 后面也有出风口 还有充电的插座 两个充电的插座 对 对 哇 所以坐在后面其实也是挺舒服的 所以它也兼具了实用性 你不要说它是一台跨界的休旅车啦 基本上如果说家里有四个人的话 坐这台车我觉得也很OK 对 而且因为刚刚你坐的时候 可能把它那个挡住了 是因为它有ISOFIX 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也没有问题 它可以六四的分离 生二宝OK啦 都没问题 是吧 对 好 那我们看完后座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后箱好了 后箱当然我们现在都没有开启 如果你开启的时候 它方向针是那种动态指示型的 它有动态指示的方向的 对 你似乎都不用改装 对 其实就有 那如果你身上带了钥匙 其实它是用主体感应的尾门 好 当然因为我们现在录音 我们就直接打开给大家看 电动尾门没有问题 电动尾门标准配备 其实这个空间很够 可以耶 标准乘坐状态下 其实就有392公升 那如果你透过这个六四分离 倾倒的后座椅背 去做空间的调整的话 最大可以到1237公升 对 而且我很喜欢 它做后箱的空间设计师呢 它还可以透过一些很聪明的 比如说我要拿东西的时候 它这边就可以卡住 它有一个卡住的 对 不会 你一直守在那边 撑住还要拿东西 对 撑住 对 这个拍看啦 拍看 小细节 对 它们真的有做到 没错 这样就好 就够平整 嗯 还有它这个高度 我觉得跨界休旅车的高度 对 就是很友善 就刚好我放东西 二头都不用太用力 平行输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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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这也叫平行输入就对 对啊 平行输入啊 对 有没有 所以其实它 我们看到T-Rock 不只是一个很有个性的 跨界休旅车 是的 那即使在实用性上面 空间的表现上面 甚至于操控 根本不用说了啦 福斯你不用担心它的操控嘛 真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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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